大家好我是怒堂堂 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12点半以后了 我们开车到了崔家店地铁站这边 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去找一家叶提花 之前看到一个视频讲了一个老爷爷的故事 我很感动 今天晚上我就是带着墓地去吃提花 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家小摊 到了崔家店地铁F口 却没有看到摆摊的爷爷 这让我有点慌张 难道今天白跑一趟吗 可我还是不死心 打算在这附近继续找一找 果然 啊就是啊就是啊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功夫不服游戏人终于找到了 来我们往车厅那边吧 我还抓了啊 有啊 我刚好多年可以找你们都没找到 你再不看看 那边不是一百的啊 那边是粗粒吗还是粗粒哈 两千多的九十多 哦九十多的地方啊 两年多的 两年多的啊 嗯 弟弟哥那边从买串了可能是四十多年了 你都六十九岁了吧 嗯六十九 哎呀九十以后嘛 哈哈哈哈 哎呀我们儿子有抱拼了嘛 我都会约性了一两三千 小时候给学生的顽皮了 他还嫁了个 给个学生妈妈的老婆 考的考业了这个也动手做的动了两次 要用全手这个 嗯 真的还是挺不动力的 所以所以我就是觉得 太挑起了多好不服你们的 乖母啊真是太伟大了 哈哈哈哈 弟弟是两天啊 我俩我自己也在唱歌 开了个服务当店 然后我给你拿了两件这个 我们家五件的这个 厕面的厕训 因为之前我拍视频片 你以为的好看啊 这个你拿了个 艾尔玛的一件 背着一件黑色 夏天家 夏天家嘛就是 厕面比较舒服嘛 没得舒服 没有云 应该不得笑啊 应该不得笑 这种村面的比较巴适 哦 平常天气比较西黑啊 之后的 你们是带筋的这种蜜蜜啊 嗯很巴适 很巴适